第33题 他说要求图21是假以两效 公益成绩折线图 图22是丙丁两效加正成绩的折线图 根据图中的资讯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好我们先看假以两效平均分数谁高谁低 先看假效 这个20分345人 100分也是345人 同人数的我们把它平均20加100除以2平均是60 再来看这个点是40分 40分345人跟80分人数一样多 所以他们平均也是60 最后295人这个也是60 所以假效的公益成绩平均就是60分 以效的成绩呢我们来看一下 20分有145人 100分有还是145人平均60 40分的195人 80分也195人 人数一样平均也是60 第三个平均 第三个就是60分 所以以效的公益成绩也是60分 事实上这个题目呢 这两个假以两个图形呢 它是一个这个线对称的图形 线对称的图形的话呢 它的平均呢 就会在对称轴上这个地方 所以假以两效 它的成绩平均成绩呢 都是60分 相等的 所以AB两个选项 通通都错 我们再看丙丁 丙丁 这个图22 丙丁两效的这个加正成绩 首先看丙 丙呢 这边有40分跟80分 人数一样 平均就60 那第三个点呢 这边也是60分 所以丙效的加正成绩 平均就是60分 这个应该是加正 这个也是加正 打字上有小小的失误 好我们再看丁效 丁效比较麻烦 因为它不是一个线对称的图形 好不是一个线对称的图形 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看 把人数相同的地方拿来平均 145人 这是20分跟80分 平均50 20加80除以2 50 再看 40分是195人 跟100分 平均70 好 最后一个点呢 平均 245人的平均是 245人都是60分 那这个平均 是刚好等于60 还是大于60 还是小于60呢 请看 这个60不用管它 我们只要看50跟70 这两个平均 这两个平均 50加70除以2 有人说 这两个平均不是就60吗 不对 50分的人比较少 70分的人比较多 所以平均之后呢 70分的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他会把平均分数往上拉 这两组平均一定是超过60分 50和70这两组的平均一定超过60分 再加上这个还是超过60分 所以这个钉效的平均成组呢 一定超过60分 钉效只有60分 钉效超过60分 所以这个钉的成绩呢 比较高 钉的成绩比较低 答案选 钉这个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